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 我在多伦多 刚才啊 从网上啊看到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呢 这个是现场录制的 说的是这个国航啊 西野1356科期 他原定在10月6日晚上7点钟啊 从这个海南海口飞往北京啊 因为呢海口下雨啊 发生了这个延误 当时飞机上也没有开空调啊 估计可能是为了节约费用啊 非常闷热 乘客对此就不满了 有人心情比较烦躁啊 还有一个乘客心脏有点不太湿 要求下飞机啊 这样飞机又滑回了 就要跑到啊 并这个清仓了 全机的旅客重新按键 那么并在晚上11点再次登机 全部乘客又在闷热的飞机上 待了数个小时 那么最后机组人员呢 通知航班取消了 要求乘客下飞机 这种情况看来比较少见啊 我记得我也碰到过 那么一般情况下 顾客比起忍耐啊 没有办法 但是看来这个北京国安球队啊 有一个球星 非常有名啊 叫李磊 对国航的处理方式非常不满 拒绝下飞机 当时情绪很激动啊 把一个矿决水瓶子丢在地上 那么呢 因为是丢在航空器上啊 这个就比较敏感了 机组人员可能发生了这个 这个机组人员不高兴啊 他们发生了争执 最后报警了 那么这个视频显示 就从报警以后啊 他们被带离现场整个过程 我想广大的啊 这个网友啊 可以在视频上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从李磊这个角度来讲啊 有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比较了解这个足球运动员啊 这个因为大部分那个体足球的啊 过去在中国啊 比较有名气的啊 都来自于大连 那时候有很多球星啊 不管是男子足球队 还是女足球队啊 还有教练 我采访了好多 他们这些人一般来讲都是 知性子 这个人的心呢 很好 心肠很好啊 心知口快 非常善良 这个政治 甚至有些人呢 要江湖一起那种啊 所以人们都嘲讽他们 就是什么呢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这种性格 火爆脾气性性格 听说李磊啊 就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呃 大连的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不太了解 因为 呃 在上个世纪啊 我采访过很多足球运动员啊 也呢 报道了很多足球比赛的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我就很少看这个足球比赛了 李磊的情况不了解啊 我估计 可能也属于这种性格啊 这个人呢 可能心肠不错 但是脾气太烦躁啊 呵呵 有这个比较粗放的一面 所以说呢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呃 可能就是有些问题 另外呢 还有 本身 呃 是个比较有名的这样 球员啊 有了一定知名度以后 可能就有点 特选思想 这个 对别人 这种 呃 慢代啊 输不了 呵呵 所以这个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飞机上 这个 呃 陈不炎啊 有些 这个 扣脚 而且等到警察来了以后 还不服气啊 和人家这个 争吵 最后人家 来这几个警察 正好也是这种 这个 粗暴稀奇的啊 警察认为自己 是为了拥有 至高无上的权利啊 你不老实 反正我就把你 强制带离现场 律师就发上这 用手铐啊 夫妻两个 小夫妻两个 男的女的 都戴上手铐 这个 押解 下了这个 飞机啊 这个整个过程啊 咱们看到了啊 就在一个 这个警察国家啊 以警治国的国家 当中啊 就是 这个权利啊 这个 难以受到制约 发生的问题 原本这个事情 可以很 我认为可以完全以 这个 和平啊 这个 非暴力 这种方式解决 劝解 可以解决 没问题啊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球员 你跟他讲一下 这个 有些规定啊 这时候实在是非不了 是为了你们安全 大多量级 讲点远话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 最有趣的是 这位球员 李磊呢 刚开始 就很强硬啊 但是人家 把他戴上手铐 拉走的时候 脱走的时候 他最后 又给人家跪下了 看来 这个 他自己也服软 服软也没用啊 最后 不禁把他靠住了 把他太太也靠住了啊 使这位很文弱的女子啊 也开口骂人 这矛盾进一步升级啊 原本都是 这个 一个很有名的球星啊 自己的太太 都是很文雅的 结果警察 警察采取这种 暴力方式啊 非常强硬的措施 就是造成了矛盾的冲突啊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看最后 被带走的之前 有一位老大姐啊 年纪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稳重 讲话 很站在里上 他就说 你看当我们这么多时间 完最后你还抓人 这个意思是说 你们实在是 太不像话了 警察 但他没敢这么说啊 那么 这个警察 最后也是 见好就收了 匆匆忙忙下去 不过从报道来看 说是当天晚上 十八点左右啊 李磊的夫妇啊 就已经坐上了上海 这个回北京的 坐上了海口啊 回北京的飞机了 那么 看来白天飞机上 这个不愉快的冲突啊 已经以 和平的方式了 最后还是 顺利解决了 那么我估计啊 这十月七日凌晨 李磊在微博 发了个帖子 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给大家添麻烦了 晚安 因为可能这个 视频发到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了啊 议论纷纷 现在好足球 年轻人很多啊 围绕这个李磊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说三道四 给警察也施加了压力了啊 但我判断可能 到了派出所以后 到了警察这个 机场警察这个啊 这个办公室以后呢 可能 双方这些情绪 可能就平静下来了 那么警察可能也知道 他的身份啊 这么有名的这个 足球运动李磊 我们见得都不容易啊 结果发生冲突了 这是不打不成交啊 还成为好朋友 说不定啊 人家这个 往往遇到这个 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特别是这种 在旅途上啊 就偶发时间 突发时间 就陷入困局啊 意想不到的困难 使人 往往就情绪啊 这个非常的烦躁 很容易做出一些 不理性的啊 这个事后后悔的事情 这个实际上 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那个纽约 就是 这个乘坐飞机也是啊 等了 很长时间呢 其实是几个小时 可能十几个小时 这个才登上飞机啊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这时候就应该 随身带一本 这个书看啊 现在有电脑嘛 机场那个 都可以 WiFi都可以上网的啊 都是免费的 打开 看一看 把自己那个心情啊 平 平和下来 沉淀下来 转移一下啊 这个关注点 这个就好了 这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么从警察的角度来讲啊 更不应该手里拥有至高无上的这种执法权 动不动就 这个采取这种手段啊 伤手铐啊 这种强制性手段 这样很容易造成人的心理创伤 也可以计划社会矛盾啊 矛盾啊 这应该是化解矛盾 这才是英雄好汉 而不是互相之间啊 这非要以这种冲突的方式啊 互相辱骂呀 劫仇的方式啊 那结局 我看好像这个李磊回去后 可能是冷静下来啊 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把矿磁水丢在地下 那么觉得警察可能也向他 是不是把表示歉意了 反正是我看李磊 后来这个帖子发的啊 还是比较文明啊 那么有一个报道说 之后啊 就国安队啊 在防山基地开始集结备债 应该下一步他要参加足球比赛嘛 说李磊啊 准时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非常好啊 没有受到这方面的 训练没有受到干扰 一个好的球员啊 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啊 这个 而且啊 也有良好的系列素质啊 但愿这次冲突 对他也是一种 这个磨练呢 同时也对警察这个知否啊 这个方面也提出一些建议啊 对他们也是一个思想提高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关于李磊啊 在飞机上啊 和警察发生冲突这件事情啊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就是随便发点议论 仅供网民参考 谢谢 谢谢